只是Instagram是5個小時零26分鐘 之前最厲害的一次是 都是十幾個喜歡上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社交媒體上癮 一天可以出多少個Story 變去閃 即是它真的是點點點的樣子 為什麼00後好像特別喜歡用社交媒體 因為聊天也是用IG WhatsApp現在是 長輩 我還用WhatsApp Fresh有什麼看 尷尬的 忍戰 實試團用7天社交媒體 你又做不做到 早上起床的時候很自然 不小心一按 按了進IG 我何時可以用IG 我們更邀請了心理學家一起拆解 面對演算法和社交媒體焦慮 我們可以怎樣應對 在香港這個社會 我們經常都會看誰讀書最厲害 就算在社交媒體也好 這張圖和另一張圖 誰會得到多點關注 Wikipedia 這個星期的知識是 社交媒體成人 根據牛津字典 Gen C可以定義為出生在90年代尾 至2010年代的人 當然就算是同一個Generation 都會有分還在讀書的Gen C 剛剛畢業入社會的Gen C 以及已經受過社會洗禮的Gen C 我是01年出生的 我是02年出生的 00後 Gen C 通常人們認為是00後或Gen C的特性 自我中心 知道很多東西 早熟 很懂得用網絡世界 沒錯 Gen C也被稱為數碼原住民 即是指在網絡時代成長 而他們的日常生活 吸收資訊 甚至是溝通 都是靠網絡 甚至 看你用什麼APP 都知道你是大約什麼年紀 多數我們都是通過IG去聊天 可能錄到有個帖文 很有趣的 即是追蹤人就可以聊天 我覺得WhatsApp有什麼問題 WhatsApp現在是 長輩 我還用到WhatsApp 當然幾年前我們有疫情 很難可以人跟人直接溝通 但他們已經佔了20% 他們的人生的時間 他們一出生開始 其實媒體或技術 已經是他們的一部分 你們覺得自己有沒有社交媒體上癮 有一點 我覺得上癮一定有 我覺得自己是嚴重上癮 看看你們的攝影時間 可以開攝影時間嗎 星期一你用了9個鐘 42分鐘 只是Instagram是5個鐘 026分鐘 5個鐘已算少了 之前最厲害的一次是 都是十幾個鐘已上癮 每個人都說自己上癮 其實 成癮是指重複性的強迫行為 而且在心理或心理上過度依賴 就算知道可能會造成不良後果 都沒有辦法控制 而成癮有分物質成癮 和行為成癮 社交媒體上癮 就成為了近年行為成癮的一種 如果以下六條問題 有三條你都是yes 那你就真的有幻想社交媒體成癮的風險 臨睡之前開始看reels 然後看完後 哇兩點多了 哇三點多了 身邊 都很多的 可能沒辦法去焦點自己 我有幾個朋友 定期有一段時間 但是完全不觸碰IG 他們自己都感覺到是比較焦慮 我們很追求多內容 多資料 或不斷更新 其實我們沒有了那個停頓位 或者停頓也覺得很浪費時間 為了令大家明白停頓位的重要性 我們就決定實行 MM手計社交媒體Detox挑戰 由兩位已經上癮的同事 實施停用七天的社交媒體 每天必要用IG工作的時候 就要使用work phone 由這一節開始 去中間吧 拜拜 星人拜拜 我剛才一拍完 然後我第一次立刻很習慣 想開個IG來看 你又說你很細人的 不是 我就是無聊那一刻想用 早起床的時候 很自然 小心一按 按進IG 然後我錄了二十多秒之後 我的發音是不可以的 本來社交媒體的設計都會容易上癮 對用戶產生多巴胺的有道作用 即是當你在IG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或者接受Like的時候 就會激活了大腦裡面的獎勵系統 刺激到大家更會出post或者story 令人看或者Like 從而得到一個愉悅的感覺 根據賽馬會深度尤家計劃文章裡面 關於演算法的設計就提到 美國有實驗發現 會影響我們選擇看片 而不做其他事 有三個因素影響 例如觀看的數量 相似度 以及觀看方式 因為以上的因素都增加了 媒體在觀眾心裡面的熟悉程度 或者即時記憶感 令人想繼續觀看類似的內容 當我們浸沉在裡面的時候 就會預期同類的內容 可以帶來更多的愉悅 例如有一間新餐廳 我會在樓下留言說好還是不好 或者看看食物如何介紹 我才會有膽去試 但貿貿然如果在街上看到一間新餐廳 我又未必會有膽走進去 我們稱為一個兔子洞效應 或者rabbit hole effect 其實這件事會令我們陷入 在一個很窄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甚至連我們自己表達 我們自己的情感 我們各樣的經歷 都會變得很窄 但現在所有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腦去想 我願不願意去掌握這件事 我們現在就是在沒有Instagram 沒有社交媒體的情況下 決定去找一間餐廳試 去到多一些店舖的街 然後周圍逛逛逛 看看有什麼適合 我們就好像開盲盒地 特意去找 然後很神奇 而且你找到好東西吃的感覺 感覺是很開心 想問問你們有多少IG帳號嗎 數不到十幾個 十幾個 大帳、小帳 然後有追星的帳 看動漫也有一個帳號 我有五個帳號 第一個就是公共的帳號 第二個就是類似日記 是給一些很熟悉的朋友 我們還有在IG問問各位00後 基本FH都至少有三至四個帳號 不過每個帳號都還有不同等級的朋友 才可以追蹤 除了習慣上 慣性要用社交媒體 將朋友圈子社交媒體化 都是這一代人的其中一個特色 我覺得我的公共帳號的 closed friend 就是我平時坐巴士 可以跟他坐在一起聊天的人 但是private account的closed friend 可能只有兩三個 但起碼我是這樣慢慢收勢 他那個都不是的 你那個都不重疊的 譬如我大學有些朋友 有沒有發揮我的私人帳號 我就會放在公共的closed friend 但其實可能公共的closed friend 發揮的東西跟私人是一模一樣的 嘩好啊 你看 今天是第三天 不能用社交媒體 嘩 少了接近一半 少了三個小時 你知不知道這幾天有什麼新聞 可不可以告訴你 什麼 很大意思 說吧 其實我連你們這幾天的生活 是怎樣都不知道 今天的焦慮達到30% 究竟為什麼玩社交媒體 會玩到有焦慮呢 就是你有時不看IG 然後你就好像覺得自己錯過了很多東西 就是因為IG是可以很即時的 update很多東西 就是你朋友都可以發揮很多東西 如果lock in不到 我便會發揮很害怕 You're missing out 就是害怕自己 因為沒有保持著 update 或者是留意那個社交媒體 以至到真是中間失敗了一些東西 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這樣因此而被忽略 或者是甚至 isolated 即是真的孤立了自己 而另一種焦慮 就是你永遠都發現 IG上面的人比你精彩比你好 身材好 有美女的 有什麼顏色 自己又不是 有些人在鋪DSE睡覺 嘩 全部那麼猩猩 為什麼 因為不聰明就不好 有些朋友出街 一帶一堆朋友 然後就覺得 是不是我自己不夠多朋友 當然有些好像KOL那些 在拍照很美 覺得很美女 完全避不上那種 現在很流行剪圖出來 我經常都會在想 如果我真的這樣做 也可能會多些人看到我漂亮 你看那個女生 她還小過我一年 她都這麼成功 我在做什麼 真的會經常跟別人比較 在網絡上 而劍橋大學心理健康研究員 Olivia Reims 曾經說過 當我們將自己的真實生活 和其他人美化過 或者在Instagram上的生活 進行比較的時候 我們的自身弱點就會開始顯露出來 這樣會令你對自己的生活 感到非常不滿 自卑和沮喪 有沒有試過不用感覺太刑 有啊 但都會後面再修理 為什麼 有些樣子很壞 在香港這個社會 其實是這麼高競爭力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看 誰讀書最厲害 就算在社交媒體也好 這張圖和另一張圖 誰會得到多些關注 所以社交比例的時候 我想每一個人都不想 是誰比較低 都會引起一些壓力 擔心焦慮 從成長的層面去想 就是由十幾至二十幾歲的發展期 是發掘自己的自我 所以我們稱為Self Exploration 其實他都可能需要 嘗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能開始建立不同的社交關係 自己的價值觀去慢慢建立 隨便你來二晚 問出真時間 DAN 2023年全球網絡用戶每天花在互聯網的時間大約6小時41分鐘 而花在社交網絡的時間大約151分鐘 即是接近3小時一天 大家每晚臨睡、睡醒、等車、等人、去廁所、吃飯 都會錄下IG、Facebook、Fresh 這個情況除了GenC會發生 其實不同年齡層都會出現 可以幫我們看看你的screen time用了多久 5小時8分 5小時 16小時9分鐘 面對推陳出身的社交媒體和演算法 都需要自我覺察 網上其實都提供了不少的方法參考 例如留意不同社交媒體的設定 減少因為演算法而出現的內容 先用暫停Suggested Content的功能 留意自己的screen time 關了AutoPlay 而不同的social media app都有limit setting 可以將你使用的時間設在15分鐘 或者會有通知提醒 我以前是誇張到 我很介意別人怎樣在IG看我 我鋪每一樣東西 我就會覺得 這樣鋪會不會那麼好呢 可能鋪一個story也會擾讓很久 可能鋪一個小時才鋪到一個story 有一陣子你暫停了自己的帳戶 沒有用到 然後我覺得那個星期 我沒有了這麼焦慮的情緒 其實任何情緒都是一個信息 你覺得在現在這個狀態下 你無法滿足社交的要求 令到你會有一種的焦慮感 究竟這種焦慮感或這種情緒 會不會將來變成一個情緒病呢 所以我覺得那個空關 或者中間的pause 那個停頓位其實都很重要 我覺得這幾天呢 有一點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很多都是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跟自己有關 但你們覺得其實 要真的這樣完全 如果社交媒體 是不是一件確實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 根本就是 因為首先不說想不想人 只是工作已經不是很方便 我覺得始終人都是群體動物 都是要聯繫的 現在7點15分 她還未回來 我何時可以用IG 我還沒有說很怪我 我們現在可以開IG 什麼 嘩 哇 你一開就看到Yelene 我現在心跳得很快 真的嗎 是啊 很緊張 你們會不會報復式使用的 我覺得 會 一天用多少個小時玩社交媒體 只要你有社交媒體 她就會每分每秒都在影響你 我們不能夠完全平用她們 但我們可以做個良好的駕駛者 適時評估自己有沒有過度使用 也要做一下心理健康評估 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焦慮的情況出現 記住 是你玩社交媒體 不是社交媒體玩你 每天除了拿著電話 看最新的post和story之外 都要記得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 賽馬會深度游家計劃 融合了心理學和科技 為18至29歲人士 特別是大專身 以致大眾市民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務 為了設合用家的需要 陪你鍛鍊心理肌肉 以實證為本的線上自助支援工具 和線下專業支援服務 用3分鐘了解你的抑鬱焦慮程度 亦可與聊天機械人對話 會因應你的情緒狀態 推介針對性的練習 亦都有由臨床心理學家 感受的自助心理治療課程 平台上更有多於100項的 心理健康練習 由網上講座 靜觀共修 治療小組 甚至是Somewhere討論區 邀請你去講講自己的經歷 一起共建支援網絡 之前最厲害的一次是 都是十幾個小時以上 會用少一點的 反正我用IG都是看MM的 一定有多了MM 都適可而止 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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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